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最新一期的美男大咖谈 我是主持人SKY 今天我们很特别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背景有所改变 今天我们走出了录音室来到了外景场地 因为我们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 就是我们的大导演 From Canada Say hi to everybody Thank you Hello 对我们的这位导演是从加拿大飞过来 做了很多关于美国的美剧啊电影啊一些的producer后期制作啊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请来了另外两个嘉宾 这个嘉宾大家很熟悉是Hunter先生 大家好 这位嘉宾呢这位美女呢休斯顿的朋友更熟悉 这就是我们的宾姐 是我们在real estate界的精英 大家好 对今天很开心啊 那我们来外景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聊得很痛快 我们四个人 Hunter先生呢之前上过我们的节目 大家已经应该很熟悉 我再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Hunter呢之前拍过电影 最近呢在加拿大的蒙大拿电影节获得了影帝 Hunter先生呢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于秋雨也是他的科班老师 他制作了一些电影 比如说港窘太窘 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所以呢今天很开心 他和他的这个老朋友一起 来做客我的节目 冰姐呢是在我们休斯顿非常活跃的一位大美女 他的生意也是做的风生水起 冰姐呢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房地产经济 但是呢从国内来的一些名流大腕 也是都有我们冰姐整个美女团队来接待 所以今天也很开心 我们四个人为大家来主持这一场节目 谢谢 Hunter可以给我们大家聊一下 然后介绍一下您的这位老朋友 好 我的这位老朋友 Torin Greve呢 他是来自于加拿大 他是一个目前非常人气的 一位美剧导演 电影制作人 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演员 他呢制作了很多的长篇的短篇的 包括纪录片 documentary 现在是非常的有人气 那么希望呢 他这次来访休斯顿 能给我们整个休斯顿的爱好电影的朋友呢 带来一个惊喜 有更多的切磋和交流 刚才呢我们Hunter先生讲 我们这位加拿大的大导演 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 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惊喜 Mr.Han just told us you will bring a surprise for our Houston friend Can you tell us what is the surprise? Yeah Hi My name is Troy Greenwood I'm a filmmaker from Canada I met Liang Chen on the festival circuit where I've had a number of short films and other films that have done really well winning a number of awards and whatnot and we sort of we hit it off and we got to discussing representation of Asian communities in films in North America and the thing that sort of brought me down here is I'm working on a feature script a western about sort of the railways that are built to mining and it's a narrative drama but so I want to have an Asian element of the community and sort of connecting with him for sort of uniting the the North American and the Asian communities and making film together and he was talking to me as well about trying to come down here to do drama about the Asian communities in Houston yeah thank you is 刚才这位加拿大大导演 做了自我介绍 他说他是一位电影制作者 他做长篇短片 还有一些戏剧表演 各种方面的指导 还去过各种电影节 然后在呢 蒙大拿电影节呢 遇到了我们的 Hunter先生 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他这次来Houlston的目的呢 就是想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电影制作 Focus我们的Asian亚裔community 所以真的是非常惊喜啊 我希望我们的中西合璧 强强联合 可以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电影 注入新的能量 我也想请问一下Hunter先生 对 您刚刚讲到也听这位加拿大朋友 讲到你有一个新的这个电影制作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知道这个可能是有一点剧透 但是我们观众朋友呢很好奇 所以想透露一点 在很多年前呢 这个我的好朋友 那个秦鸿军女士 她呢写了一个剧本 叫做单纯机票 然后呢 不久前呢 他我们就讨论着 怎么把这个反映移民生活的这一个剧本 它其实原来是一个舞台剧 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么一出 反映移民生活的舞台剧呢 这么一个戏剧表现呢 给它转化成更贴近我们现在的 华人移民生活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电影或者说一个电视剧 那么我就对这个剧本呢 进行了一些改编 然后呢我就从几个方面 来改写这么一个移民的生活 因为我们呢 首先我们的移民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华人移民 跟几十年前十几年前的移民 已经有着很大的不同了 但是有很多地方呢还是相似的 就是说我们的奋斗和我们在奋斗的过程当中 所经历的生活对我们的磨练 甚至是屈辱 还有呢就是说在我们的 甚至是很漫长的悠悠岁月当中 所经历的人和人之间的感情 男人女人亲情 包括父母亲和对子女的这种爱情 那么有很多很多说不尽的故事在其中 甚至于像有一些孩子经过父母亲 为了让他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就是说他从小就给他寄养到老外的家庭里面去 所以这孩子长大以后呢 他也能说中文 但是更流利的是一口美式英文 他的生活习惯价值观 包括世界观呢 已经完全变成了美国人的方式 我就对这么一个很生动的一个话剧剧本 舞台剧的一个剧本进行了改编 就是说我感觉到 虽然我们现在的移民和几十年前 和十几年前的移民生活 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有了质的改变 但是呢还是有相当多的地方 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和相似的 所以呢我就从几个方面 来提升了这个华人移民的生活 比如说在我们的奋斗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许我们会经历很多很多的痛苦 甚至是屈辱 还有呢在悠悠的漫长岁月当中 我们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 华人所 我群体所感受到的男人 女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亲情和爱情 我最近关注到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些孩子 有一些父母呢 他为了把这个孩子 真正的让这个孩子 从小真正的融入到 美国的社会当中去呢 就从小把这个孩子寄养到 老美的家庭中去 那么这个孩子呢 就从小适应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而且呢 也能说一口非常非常流利的美式英语 但是呢这样的话呢 孩子的世界观 价值观 都有所改变 他已经好像不再是一个 有任何和中国有关系的孩子了 除了他的这一张黄颜色的皮肤 和一张亚洲人的脸 所以有一个孩子 他考上了哈佛 他英文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他的总是能够说一些滔滔不绝的 包括对社会 对政治 对人生的一些美式的看法 但是呢 他的父母亲 接触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就会觉得非常的 有一种困惑 甚至有一种遗憾 就是说这个孩子 还是我曾经想要把它培养成人的 那个可爱的孩子吗 他还是真的是我自己的孩子吗 这么样一个故事 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反省和深思的 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华人 在美国的华人 如何在将来的美国社会当中 在我们的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气当中 去寻找到我们自己的立足之本 我们做人的根本 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根本 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话题呢 是很值得我们把它放到一个艺术的角度呢 用一种艺术的形式去判断反省 或者说深思的 对 听了我们Hunter先生讲的这个电影 我都要忍不住想 现在就买票可以冲到电影院去看一下 谢谢 因为这个很感同身受 我们都是在中国生活成长 然后后来来到了美国 对我想问一下冰姐 你大概来美国多久 26年吧 26年 对 而且一直住在休斯顿 哇 那就是可以说是 Half Chinese Half American 还是 还是 保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 我是觉得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 一 我们有一颗中国心 第二 我们有一颗中国胃 对 中国心和中国胃 对 这讲得太好了 对 因为中国心呢 其实呢 就是祖国培养了我们 培育了我们 然后呢 因为各种原因 我们来留学呀 或者是想去不同的环境生活 我们来到了美国 但是呢 我们还是很纪念我们的祖国 但是来到美国呢 我们又面临一个更深层次的考验 就是我们是一个foreigner 对于美国人来说 我们是一个外国人 对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我们还是一个外国人 这个话题呢 是一个源源不断 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好几十年 到底是我是made in China 还是made in American 那肯定是made in China 对 只是呢 现在生活在美国而已 对 所以我们还是保持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个问题并且回答的很好 但是我有一个第二个问号 就是刚才Hunter先生讲的 这个故事中呢 这个主角呢是成长在美国 只是有一个Asian的face 所以呢 到底是made in American 还是made in China 这个电影呢 就给大家勾起了很好的这个好奇心 想到底看一下这个美国人啊 这个中国人到底是融合在一起的 这个话题聊的有点远 接下来呢 我想再拉回给观众们 谈一下我们的这个加拿大大导演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中国电影 亚洲电影现在已经走向了世界 包括张一蒙导演 很多这个领军人物呢 我们在嘎那很多电影集已经获了奖 但是呢 票房对于我们亚洲电影来说 一直是一个软肋 我不能批评 不是在批判我们的电影 票房不如好莱坞大片 但是呢 如果可以强强联合 就像Hunter先生刚刚讲的 请呢 加拿大这位导演来 我们的中西方合璧 这样的话就可以做一个更好的精髓在里面 所以呢 我也想让Hunter先生呢 interview一下我们的这个加拿大导演 这是第二个环节 你interview一下他 你觉得他的这个pool 为什么要focus我们的Asian community 他的这个奇思妙想在哪里 还有为什么 还有他是觉得我们这个 为什么对亚 对说对亚裔社区的这个 亚洲在在美国的这个 亚洲人感兴趣 对不对 是 就麻烦您问一下他 然后他来回答 然后您讨论一下 给我们观众朋友听一下 那您就就是 你翻译给他或者是我 我来说 你可以直接问 你直接问 所以Tori 她有个问题 为什么你觉得 对亚洲人感兴趣 对亚洲人感兴趣 对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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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一生的表演,他在一生的表演,在一生的表演, 他在一生的表演,他在一生的表演, 他在父母和父母的交友, 在一生的表演, 和他們在處理和交友的表演, 我認為他很強烈, 我會想像中的分享, 也认为了解交媒体的故事 因为我认为他,我会有关于一样的相传 但它并非有多个相传的故事 它可以任何相传的故事 我感觉到没有很多人的影响 很多不同的民主人在北美国的故事 所以看到李Ang 他可以留意过很多的故事 或是劇情的故事, 而使用了亞洲社群的主義 作為主題 對,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在蒙大媽電影節 他認識了Hunter 所以也看到他演的那部電影 而且獲得了最佳的 深屬感動 對,表演獎 所以他就覺得很好奇 也很感興趣 進入亞裔的那種電影界的創作 所以他才來拜訪Hunter 想今後做一些 也就是說有關亞裔的那些作品 參與這個製作 那Hunter先生這次的電影 就是叫《單程機票》 這個名字其實很有聲音 我們出去旅行都是雙程機票 單程機票就是意味著 我要飛到另一個地方 我不打算回來了 有一種破釜沉舟 對 的感覺是吧 對 就是不管未來面對的是什麼 所以無論是龍猛虎獸 或者是什麼 我就決定了不回來 所以就買了這個單程機票 然後我想問Hunter先生 這個電影您是做導演還是演員 我是作為導演來出現的 我是作為導演來出現的 您呢就是剛才Sky的這個提問 其實提的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說移民的這個移民之路 其實呢就是單程機票之路 旅行是雙程機票來回機票的 但是移民呢就是一張單程機票 就是說你在移民之後 你要對人生做出一個新的選擇 新的努力 走上一條也許與你以前的人生截然不同的道路 對 OK 那麼 一條不歸路 不一定是不歸路 但是一定是一條不同的道路 很可能是一條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對非常艱辛的一條路 對 那麼我們在就是說 剛才就是我也問Tory 她很感興趣就是說 說中國的這個家庭關係的這個戲 就是說我其實一直也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我個人感覺到 好萊塢的家庭電影 有很多東西呢比較的simple 它比較的簡單 就是說愛與不愛很直接了當 但是中國人呢就是有很多像千長掛肚了 戀戀不捨了 對 誓死難忘了 張愛玲的卑微到塵埃裡 對 像這一種中國人的這種綿綿的情意和情懷 是美國人所沒有的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有著截然的不同 中國呢有諸子百家 有幾百種不同的思維的方式和生活的方式 那麼呢因為當年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 就是那個焚書坑儒 就是很多學術呢很多的思想呢 從文字上可能是被消滅了沒有了 但是呢還是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呢 還是留在這個人們的潛意識當中 所以中國人在對待情感對待生活上 會和西方人從宗教政治地域上 包括歷史的根源 是有很多很多種不同的想法的 所以說中西方包括全世界的這個很多的戰爭 是因為什麼造成的 就是因為意識形態或者說宗教的原因所造成的 這個就是爭議和爭執的一個原因 地形化差異 對所以我個人就是感覺到就是說 能要把中國人的這種情感能夠給他清理出來 然後呢能夠比較清晰地去表現出來 讓西方人更能理解中國人在想什麼 中國人的情感是怎麼樣的 那麼這個對於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對於我們像就說得遠一些 就像我們的中美關係 這個政治上講也許也是會有很大的幫助 對剛才呢 Hunter先生跟我們大家講到了這個很深刻的一些文化背景的含義 我現在呢也想問一下Mr. Torrey 讓他給大家講一下他的Background 這西方和中方的文化具體差異在哪裡 所以我請問一下 Mr.Torrey,我問你一個問題 Mr.Hunter說到什麼不同的背景 和不同的背景 所以我想問一下你 你怎麼會長在你的背景 你的背景是你的背景 是你的背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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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背景嗎 什麼背景的背景 是我的背景嗎 我的背景背景 或者是你的背景 我的背景是科技師 我來追悟了 我的背景是 spy教師 所以他在工程中 有從在ening銀行 所以他經過在油 Servus 我的背景 藏輪工程 而且她在從事實上 她屬於工程 和奮利成人 跟我們可以辛勞 這樣做出的 提燈 他們能夠成為 達成人的狂誠 在成為中 因為我經濟的 I was actuallyidentified as a gifted student and the lack of sort of challenge that I got from the normal school system was really difficult for me and led into sort of depression and stuff during my teenage years so she was a great advocate for me. So yeah I mean I've always been very close with my parents, they taught me so much and they've instilled so many great... Yeah, yeah sorry, focusing on my friends, yeah I have two brothers, I have two older brothers actually, my eldest brother Bryce was big into sports and he was just a great coach for me growing up. Okay, so no anyone is an artist? No, no I'm the only one that's an artist, yeah, but the whole family has been very supportive so I got into theatre i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just loved it and my parents then sent me out to a film camp on Galliano Island which is just outside of Vancouver Island, it's one of the small islands just off the west coast of Canada and so I did a film camp there I came back with a knowledge of nonlinear editing and so throughout high school I would make short films with my friends and it sort of developed from there and then coming out of high school I went to university for theatre and so I have a theatre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Part way through I won a scholarship so I went to New York and studied in New York at the New York Conservatory for Dramatic Arts for a year down there, their conservative program. And then when I got back I did my last semester of university over in England at Leeds University that has a really good film program over there and so all of what should have been option credits that shouldn't have been in sort of the dramatic realm I was able to just do over there because they transferred back as options so it's worked out really well for me so I studied screenwriting, visual effect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filmmaking over there and so that's what sort of led me on this career and then yeah I've been making movies ever since. That's very good. That's a lot. I know. He said that his family isn't in movies. His father is in movies. His mother is a teacher. 他就是因為高中的時候學了一些舞台劇的那些課程 然後他就是去了一個溫哥華的一個島上 去了一個那個film production方面的camp 就是那種夏令營 然後完了以後他就很感興趣 就在那個calgary的那個去上了那個戲劇 就是說這方面的專科學校 專科學校然後呢他又得到了就是講學金去了紐約那邊 又進一步的深造 所以從那以後呢他就基本上就進入了那個電影界的製作 然後就是說拍電影寫還有寫劇本 所以從那以後他就一直在電影界製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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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對 identific harvested 對 對 對 不 對 and turning into a series um and then um yeah focusing on on uh future length western and then developing um something hopefully with liang king down here so yeah 我刚才问的问题呢就是这位加拿大大导演 到此为止最成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然后他又讲到了一些关于具体的电影的制作 什么请我们hunter先生给大家具体解释一下 他制作过你一些他觉得最proud的事情 呃其实呢我是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是很难去说别人心目当中 觉得最好制作的最好的一部片的是什么 但是呢呃从我个人来说呃tory的作品 因为我看过很多tory的作品 包括如果去torygreenwood.com 或者去facebook或者去torygreenwood的website 或者说他的很多那个那个社交媒体平台上 大家是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他的作品的一些介绍 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作品的 呃从我的个人的感觉上呢他是一个非常深情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深情的人他有个很好的hot 非常的深情所以他描写的故事表现的人物包括他所在拍摄当中所运用的技巧 手法包括后期的剪辑都非常非常的人性化 这个是一件很其实是一件很温暖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样的话他从这么一个很人性化的出发点的去出发 他去制作的作品会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能很容易去打动别人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我对他的呃到目前为止制作的作品所能打动我的呃地方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一个point 对是一个有灵魂的导演一个有灵魂的导演对你说的太对了是一个有灵魂的导演对那就是啊 Mr. Tori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to you Okay So for the future what's your goal you want to hit like uh I want my movie selling how many country and how much money you want to make What's your next step the goal? Um I I would like to make a film that sort of crosses borders and um is a success Not only not only in North America and with North American audiences But that can travel the world and hit Asian markets Um and um and that that that's able to tell and sort of a story that's universally understood Whether you're from China or Korea or Canada or the US that you know You want me to make it a universal like international you know Um and yeah and I mean as much as we're different we're all similar in that we have parents and family that brought us up and values that are instilled in us and and so if you focus on telling stories that are rooted in that and I think you can hit um the global market with that and it will resonate with people regardless of what country they come from or where they were born So that's sort of my goal Yeah Hunter先生您的下一步的那个计划是什么 Um我呢 你可以讲一下您 我以前就跟您讲过我呢就是说我不是会把目标定得很远的一个人 对我总是今天我想着明天我明天要去做什么一个星期以后我要去做什么 day by day day by day 然后我一个月以后我要去把这个把这个事要去做完 我把我的每一个目标计划我就定的很很短很小 然后一步一步去做成以后 慢慢的我就有我的自信 我就形成了 我就有我的自信心了 然后我也就能坚持下来 就把一件大的事去做完 对 说得很好 Monitorio先生刚刚讲到 他的人生目标 就是想打开国际市场 我想这是每一位大导演 最终的理想都是 走向世界 把自己的作品带给世界 每一个种族 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角落 然后我想问一下 那您的这个单程机票呢 是您来做导演 那就是Tory先生是 Tory先生呢 是很可能是来辅助 辅助我做一些 那个后期的制作呀 包括一些制作当中的 一些很关键的 一些技术上的操作 因为其实导演呢 就是说导演就是说 在很多语言当中 导演英文叫director 是一个方向 在日语当中呢 它是称为 就是一个监督的意思 就是要监督很多很多的人 去把一件工作去做好它 那么导演并不一定是 每一项东西他都能懂 或者他都 他应该是每一样东西 他应该懂 但是他不见得每一样东西 他都非常的专长 很精 不见得每一件东西 他都精 所以呢就是说 在拍摄一个电影 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创作活动 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多很多 很具有专长的这个专门家 来协助我的工作 这样一个牵牵梁梁 我们观众朋友非常的期待 我还有一个问题 所以说 如果我们能够去看 我们能够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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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about making money yeah yeah I mean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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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developing a network and so that's why i mean liang hit it off knowing the markets that you can hit and and what the audience is looking for getting names attached to it that have some celebrity status and so so once i i mean i i have a friend I'm in Calgary who's been doing this for a long time as well and we're sort of the same thing it's like you need a good story you need someone with a name and then you need a way to distribute it and and so I feel like Miang's got a lot of friend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at are able to find routes to distribute it in China so if we can tell or China or Asian markets or wherever it is but if we can if we can tell a good story that is universal enough that a North American audience was like it as well then it should be able to go in both directions and if you can get it either like there's tons of different platforms you can get it on with Netflix and and all of these different Hulu and over-the-top ones so even if you don't get theatrical distribution that way even if you just get on those networks if you make it for a reasonable amount of money and keep the budget at a certain level then you you make your money back even on those smaller platforms even if it doesn't go as huge as you want it but it's about making a sustainable system so you make smaller budgets with big-name actors and then you can continue to build them and build them until it grows to those theatrical blockbusters that we all want to make right 对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解释好刚刚我讲的问题呢就是托蕊先生是想利用电影赚钱呢 还是电影就是我的爱好就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就是为电影现身我不需要为他赚钱不需要利用他赚钱 但是呢他刚刚解释的很好我们汉特先生来给观众朋友们大概讲解一下 这个呢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对于我我来讲呢我也是同意我也基本上是同意这个托蕊的这个看法就是说呃但是西方人的现在呢都是说他很看好中国的这个亚洲市场亚洲市场 就是说你看前不久有一个那个亚洲人拍的片子那个crazy rich asians 这个片子就是说那个就一下子就是令人惊讶的就是说赚到了钱他有很大的很好的票房他赚到了钱了而且把亚洲的这个亚洲人现在的亚洲是怎么样的 我们我们我们这么说就是说一个现在从上海来的从中国上海或者北京来的一个中国人跑到休顺来一看说哎呀太惊讶了这个美国怎么是这个样子呀 对这个现在中国大城市里哪里还有电线杆的没有电线杆子了这个美国到处还是电线杆子看上去破破烂烂的这个你到北京到上海或者说中国的大城市去看这个整个的市容都是不一样的 对西方人觉得中国人很有钱中国人很能够花钱也能够在电影上有很大的投入这个呢不仅仅是单个的西方人包括美国的很多的市场 呃美国好莱坞的几乎所有的制片人都现在是看准了亚洲市场 看准了亚洲市场就是说能够 亚洲人的荷包对就是钱包了就是说你你愿意给我们的电影来投资吗你愿意把你的你们中国的或者亚洲的热钱放入到我们好莱坞来吗所以现在我们去看很多好莱坞的那个大片的时候都有很多中国的这个公司 对我们的赞助冠名对非常非常的多那有些可能是家喻户晓的啊这个啊我们我们就不去给他做广告了具体大家谁都知道是哪个公司那有一些呢是小公司呃很多时候还有很多亚洲的女演员也也加入到这个好莱坞的大片当中去 那么中国的女演员能够加入到好莱坞的这个影片当中去也是当然她的演技可能也是一部分啊这个不知可否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但是肯定是有这个制片人的这个目的市场市场的操作的啊但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一个好的导演就是说如果是要做商业运作啊赚钱其实就是很难拍出很好的作品来的 因为艺术和囤积财富艺术创造和囤积财富我个人感觉到是一个有很大的矛盾对到这里啊我想打断一下不好意思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说啊投资人永远不懂艺术懂艺术的人在拍电影而但是你是怎样去磨合和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我经常听到有一些导演的朋友在 在讲嗯这个投资人什么都不懂他是做食品生意的但是他就要告诉我你今天要这么演这么导演这个要用这个演员那个演员所以我就想问你们是怎样把这个事情化解掉 呃首先呢就是说呃我个人感觉到就是说呃寻找到一个正确的投资人呃是很重要 就是说如果你找对了一个投资人你的作品会很顺利会很成功但是如果你找到了一个错误的投资人他即便给了你很大的这个投资但是你要必须要去按照他的要求去进行你的艺术创作 或者说或者说把你的作品就是说四分五裂了或者是最后是改编的已经是呃完全以援助已经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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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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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的话 我觉得反而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就是说要把自己的意图 准确地传递给投资人 而且要让投资人能够同意 你的创作方式和创作的方向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互相磨合的一个过程 对 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电影最重要的三点 一个是投资人 一个是电影 还有一个制片人 我想再问一下 投资人把钱交给了制片人 制片人告诉你的 他的budget是多少 但是我们的导演想精益求精 追求到完美 如果这个已经超出了预算 或者是我们需要拿出更多的钱 您怎样和这个制片人递 我呢 一般的很多人都说这个话 那么我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在作为一个导演 作为一个制片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特别是我 我作为一个导演的时候 我做一个导演的时候 我往往是说他愿意给我出十万 我说八万也许就够了 我反而会去帮助这个投资人去减少这个预算 我喜欢 save money 我喜欢 save money 因为只有在前景的时候 你才能知道怎么样小心翼翼地去用这个每一分钱 把一分钱掰成两半滑 那么这个时候 你所有的创造力这种灵感 这种在困难当中去激发你的创作的这种意欲 我反而是希望这样一种形式 如果给很多钱很多钱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总是想把这个场景去搞得更豪华更精致 而往往会忽略了最精悍的最精致的那核心的那一部分内容 这个就是千万不要 当然我并否认前多是件好事 前多每个人都喜欢 但是呢在我们进行艺术创造的创作的时候呢 我觉得还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创作的这个本质 就是它的核心还是要是追求这个艺术本身 而不是追求这个金钱的创造 因为一旦有钱的进入以后呢 这个人的欲望就改变了 对 我还想问一下 您可以和我们的这个托尔先生讨论一下 中西方文化差异当中 你和这个导演的东西有什么具体的不同 他刚刚问了我 是你来自加拿大 我来自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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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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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ersonality what's the difference what's the focus o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directors oh that's a tough question yeah I'd like I haven't I haven't been on a set under chines directors so I don't really know how the function but I can speak to how Ang呀I think um The focus or at least how I approach it is is you I guess That's a tough question I mean from a north american it's about fulfilling the story umAnd you you want to focus on telling a storyion им that has a dramatic structure 那些人的影响, 而北美的观点是有关的, 在他们的史上, 他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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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整理你的故事, 你会让你解决你的故事, 你需要在那里, 所以观点是很容易的, 而是很容易的, 他们知道如何接受的电影, 然后如何接受的电影, 但你也想要加上一种不同的事情, 所以你的电影也能够展示出, 我认为你提到《Crazy Rich Asians》, 我认为你提到《Crazy Rich Asians》, 我认为你提到《Crazy Rich Asians》, 但有一个在《Always Be My Baby》, 它是一种东西, 它是一种东西的东西, 它是一种东西的东西, 《Romantic Comedy》, 它是一种东西, 《SRN-American》的角色, 它是一种东西, 而我认为你能够进行动, 它是一种东西, 它是一种东西的东西, 它是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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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一种东西, 而这是一种东西的东西, 它是一种东西的东西, 它们可以更加强烈, 它们可以与更加宽并, 我认为你答应我的答案? 對,我認為是,哈利物也有關於一些亞洲製作,尤其是現代的。 所以,Mr.Tory Greenwood說,講中文,我也講中文。 主要是,主要是要走向世界,電影界。 所以他也希望多地跟亞製導演,也不會怎麼合作。 特別是他覺得Hunter跟亞製的那些電影界的人比較熟, 所以他也是想经过他来一起合作,做一些作品,就是说有关,就是说比较国际化的作品。 刚才呢,他们都提到一个电影就是《Crisen Rich Asian》。 我想这个电影是一个非常好莱坞的一个电影,但是focus我们Asian的生活, 然后是由我们Asian的演员来演,然后在一个好莱坞的舞台上。 所以我想问一下Hunter先生呢,你对未来的打算有没有拍这样一个电影? 就是说这种类型。 如果我可以再加一点点? 是的,谢谢。 所以现在在国内市场上,有一个改变到市场, 通过网友,通过网友,通过网友。 所以,它觉得有没有支出的电影, 没有支出的电影,没有支出的电影, 而是中国的电影, 而是在中国的电影中, 它是正确的一种市场, 然后如果能够制作出的电影, 它们可以更容易得到这些电影, 它们更容易得到这些人的电影, it that way and so you don't necessarily have to be stuck to one model or the other anymore i guess 现在主要他的意思是说确实很多现在都走向网络就是说这个是现在很 流行的好多都在网上去看电影啊这些所以呢他就是说要往这方面的发展 就是说做一些作品就是说比较适合这种市场 其实就是回答了您刚才的问题 你刚才问我就是说问我是不是有这样的打算的去要往好莱坞的去发展 对不对去拍一些大片 对那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说在我前面排着的好的导演啊好的演员啊可能不是成千上万 可能是几倍的成千上万在排列人这样的机会基本上是轮不到我的 呃几乎可以说是轮不到的但是呢就像刚才托瑞讲的 现在的这个entertainment这个所有的影视的这些这些制作包括观众层的它其实并不是在院线上 而是在那个线上就是说在网络上 那么我们完全有能力也有可能因为现在的技术就是发展的很快的用一个手机就可以拍其实就可以拍电影 对 只要你懂得打光录音照明灯光录音后期制作你就已经可以去拍电影拿一个手机就可以拍电影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用在自主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用比较少量的能够承担的这个资金的这个资金来制作一些呢就是说我们所想自由表达的一些主题 而且呢从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视角去拍一些我们对人对社会对我们所关注的这些问题的一些艺术文片 那么通过网络这个形式去宣传的话呢去放音去宣传的话呢 我觉得特别是我们即将进入5G的世界 这个将是一个更为简单更为流畅的更为自由的这么一个传播的这么一个世界 关键呢就是我们的手法 就是我们要用一种更如何用表现一种更巧妙的更艺术化的更能够引人入胜的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去表达我们表现我们的这个艺术 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对汉奈先生讲的很好今天呢我们给观众朋友们大家讲了很多我们的电影方面的很深刻的一些内容 包括我们最新的那个电影单程机票包括它的一些内容包括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一些华裔真正内心想发自内心想聊出来的一些东西呢 想探讨的话题还有我们真正过着一样过着一种什么样的不同的生活都会在那个电影中呈现 然后今天很高兴请到了我们这个加拿大导演Tori先生希望他们中西合必强强联合 所以呢到结尾的节目的尾声呢 也请我们的汉奈先生给大家总结一下有没有一些想跟我们观众朋友再讲一些您这些 很深刻的这些体会 对 未来区下 我呢就是说 其实真的很感谢Tori的能够 这个Tori Green的导演能够到我们休斯顿来 就是说这个休斯顿真的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很很人气的这么一个城市 以前呢都是说要么到东边去要么到西边去 现在呢也不到东边去也不到西边去到中间来了 对 都到休斯顿来了 所以休斯顿是一个非常有人气有前途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城市 既然能够把我们的很多这个搞艺术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导演都能吸引到这儿来 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说把更多的文化和更多的惊喜 就是说从以休斯顿这么一个发射点向整个的全美北美去发射出去 去结交更多更好的朋友 把我们的中国人的华人的善良的优秀的这个文化 我们的与人交往的这种情怀能够传递给更多的更广的朋友 对 谢谢大家 很感谢冰姐 然后感谢我们的Hunter先生再次来到我的节目 然后也很感谢我们的Mr.Tory从加拿大飞过来 我们大家一起期待我们的最新电影大片单程机票 这就是今天的美男大咖谈 谢谢我是SKY